您现在来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8月5号礼拜一 那么今天礼拜一呢 大家这个其实在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晚上 也就是礼拜六的清晨 大家都会觉得礼拜一的台湾股市 应该不会很好 那么很多人呢 其实昨天晚上也睡不着 睡不着也不是因为台湾股市不好 因为我们要看我们的羽球男双 在打金牌战 我打完以后呢 有点高兴 但是又想到礼拜一要开盘 那今天开盘开出来是这样 给大家看 那预期心理应该是没有错 就是要跌好不好 那好了 那开盘的时候呢 就直接往下灌了 我们的盘中曾经一度跌到了 19926 跌破了2万点 然后呢这个总共的跌点是17000 对不起 这样讲太多了 1711点好 那那怎么办呢 那大家会想说那一直往下灌一大堆跌停板的 是不是完蛋了 大家集体跳水好 我现在的录影时间点呢 我们的跌幅收敛了 大约现在是跌了1400多点 那么跌幅收敛了300多点 好那问 那今天是不是量会出来 今天量出来了 我在录影的时间点已经来到4000亿的量了 这4000亿的量非常可怕 那么也就是说 两个小时就4000多亿 所以呢 接着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可能会到7000多 7000亿左右了 好了 那么这个带量杀 那么杀当然呢 我看外资绝对不可能会手软 这第一件事 自营商也不可能会手软 那么 比较谁可能去买 长老们可能会去买 这个关股 等一下 那融资呢 融资现在就要看 每一档股票的现在的融资使用率了 跟它的现在的维持率 所以呢 大部分有些维持率已经是 已经撑不住的 就是要追缴 好不好 那追缴就是现在目前 融资的情况会比较惨烈一点 假设你现在在使用融资的话 你要去特别要注意一下 你的维持率 你有两个方法 就是一补缴 二就是让它自己断掉 然后融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它是非常现实的 那我也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你不是使用融资的 我建议你现在就续报 真的要续报 为什么 我等一下讲给大家听 好了 那在这个关键点 大家会认为说 那这是一个股灾吗 这是全球性的吗 我们在看到我们的亚洲股市 也是一样都在跳水啊 所以呢 还有加上一个这个中东的战火 大家会想说 我这是不是以外媒报导 是不是8月5号就要准备要开打了 那么伊朗呢 跟以色列呢准备要开打了 这个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黄金价格是不是可能因为战争呢 又要上来 所以那军工股有没有机会呢 好吧 那个现在大家都一大堆疑问了 但是我们从现在目前的整体的台湾加钱指数来看 各位 那么就不就是已经这样子跌到 这个现在现在到哪去了 我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半年线的位置嘛 半年线呢 这个跌破 好吧 跌破半年线 本来从季线那边直接就灌下去了 跳空 蹦 跳水 所以这是非常惨烈的跌法 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跌的差不多了 而量在今天出来了 好各位 我先给你看一下外资 外资在上礼拜 这个将近1000亿的卖超 那么卖得多了 那今天你就可想而知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外资会采取什么态度 难道他会买吗 好了那外资再进行卖超的情况之下 融资再来减 我不太认为今天融资有多么的勇敢 还要再增加 那当然呢 近期的融资大家受伤的程度比较深 所以呢看起来呢 融资这一块筹码的会比较乱一点 好吧 那来第一 还没收盘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 指数的低点在19926 好吗 19926这边拉出了一根小小的下影线 好这根下影线当然越长越好 好这是大盘 那各位 如果不管大盘呢 我们先不要去管大盘了 我们跳到谁身上 我们跳到台积电 大家都说 台积电越跌就要越买 而且买的都是零股 而且很多小股东 就在台积电下跌的时候 通通跳进来跳进来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 从台积电的900多 从这个位置就开始跳进来的人 到现在为止你是亏损的 如果是这样 要不要急的去买台积电 倒不一定吧 我先跟大家讲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去接台积电吗 不需要吧 所以呢你的资金呢应该要有所保留 先留着 等到这个大盘的盘是直稳了 我估计我推算有很多公司 我先不管政策 因为政策今天访问的是新闻 你可以看到是经济部长 那是非常妙 那第一个应该是要去找财政部 那第二个应该是找金管会 然后呢 再来才是经济部长去谈未来怎么样怎么样 那居然是经济部长先发言 然后他是说 因为大家适应一下这个全球的股灾 那他这个有奖跟没奖是没有什么两样 这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呢看起来呢 似乎呢以现在目前为止呢 我们在节目上有跟大家报告过 说如果你是用现股 我麻烦这位就把它当作定存放在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劫难 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那种劫难 从SARS美医战争 然后911攻击事件 然后到不断不断不断这种重大型利空 当时融资是非常惨烈的 我先讲一个惨烈 那么因为他是急跌大跌 大家讲急跌是大跌 不是小跌 急跌说300点300点300点这样子 不是的 他是1000点1000点这种跌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融资呢 他会扛不住 但现股呢是扛得住 你现在如果是用现股 你看到今天这个盘 所以假设你看到台积电 好各位你看 我先举例好 我先举例你900块买台积电好了 900块啊 没有我们这个高点好了 969 你买台积电969 跌 跌好现在跌到843 各位 我都问一件事情 你觉得台积电未来还有没有机会上来 有吧 好好 那可是你需要时间对不对 对 需要时间疗伤吧对吧 但是你拿是 你现在手上是现股 你没有压力 你心情不好我知道 但是呢 你的压力在哪里 我不用补缴吧 算啊 我钱就放那里 我把它当做放银行好不好 各位就是为什么我讲了 我常在 我常在我各个节目里面去形容说 我如果不用不使用融资 我用现股 因为现在现股都可以当冲 不是吗 用现股 他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的压力会比融资少很多 好吧 那你现在不就是 那我现股留着 我就举例了 买在这个地方的台积电 跌到这里 你都不会太担心 因为你相信 台积电有机会再上来 是不是 重点来了 台积电谁在卖 台积电外资啊 他是外资的提款机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 是不是外资还在提款 没有错 所以你外资要提到什么时候 好了 那现在这个外资的态度很重要 也就是说 把人的卖压趋缓以后 他才很可能直稳 哦 那以融资来讲的话 基本上呢 这边进来的 应该理论上买台积电 会有很多的大户 那么当然的台积电 因为股价高 有时候的震荡效应 我相信 这件事情就是说 融资他的使用 不会增加太多 好了 那反而是 其他的股票 哦那就不同了 我现在跟大家讲 其他股票真的 今天是很惨烈的 但没关系 我们来慢慢来 我们来慢慢来扫荡一下来看看 来今天的消息面呢是 那 刚才讲了 以色列 伊朗的这个中东战火 那么是不是 红海危机在线 红海危机的话 那么应该是要看 航运股 海运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海运 如果真的要说 我说真的 今天以这种磐势来看的话 他算抗跌了 你说是不是 是 跌了1400多点 万海在这儿 他本来打下去的 好 撑在这边 看K线 各位 哇塞 这个是 等一下 这条是季线 他还在这附近 那大家都很多都退下去了 好了 来 这是万海 对吧 看起来呢 似乎还蛮抗跌的 我来看一下阳明 阳明在以K线形态来讲的话 当然是不如万海 再看一下 长龙 好的 各位 我发现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们的位阶 现在人就在低档 对吧 我这样讲比较快 他们人就在低档 所以在碰到这个沙盘的时候 刚好又有中中战火 有洪海的危机 但是 再讲一次 但是 千万注意 如果今天 如果要等到盘势稳定要抢反弹 不一定要介入这样的股票 好吧 即便今天是抗跌的 我先讲 因为将来要谈的会是中小型股 我再讲一次 为什么 我刚刚讲到政策上的护盘 它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政府基金进场 二 我们的长老们 我们的关股券商呢 他们已经在逢低的时候 就开始来捞股票了 好不好 这是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有一个就是 公司派 他会 他会执行什么 他会执行库藏股 只要公司的帐上 他是有钱 可以有能力执行库藏股的 通常往往如果今年的营收获利不错的情况之下 我很容易就在最危急的时刻 喊出我要执行库藏股 来保障股东权益 你说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公司这么跟你讲 你的公司突然给你宣布一个说 因为要保障我们的股东权益呢 所以我们要买回我们自己家的股票 你有没有觉得这时候哇 那个是谁在那边送暖 原来我买的公司居然可以来做部长股 值不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全部执行完也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只要讲的话 说我要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往往股价都会受到激励 你觉得可不可以发生 会 为什么 好了 今天8月5号对吧 我们的紧要关头 就刚好碰到这么关键时刻 你说全球股市都在跌 大家在跌 好 之前的财报效应呢 美股的财报效应 台湾呢 台湾也是财报效应啊 好 现在我们要面临的是7月份营收 那大家开始陆续丢 这礼拜尤其惨烈 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礼拜 8月5号开始 丢丢丢丢丢丢丢 5 6 7 8 9 好不好 让你到下礼拜一好不好 7月份营收全部要公告完毕 再来呢 那你不就下礼拜 下礼拜要把所有的第二季财报 完全公布完毕 刚好这两个礼拜 那会发生什么事 我讲啊 现在是不是在跌 那是筹码结构 一堆股票在跌 天哪 刚刚看到那个工具机的 工具机算是很猛的啦 那都是中小型啦 各位8.5亿你自己去看 中小型 那个真的有有有主力有在做的股票 他中小型就卡在这个地方 来各位 逆势的抗跌 来你去看那个之前大涨的精神怪物 是不是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样 因为涨太多了 到最后里面的筹码会结构会乱掉 尤其在沙盘的时候 但没关系 我们再仔细看 会看到什么呢 中小型对吧 台积电在大跌 我们就看那种中小型 那台积电闷了 我们来看红数 好 2.9亿 好了2.9亿 一 如果假设公司不去卖 这股票是不是会产生稳定 法人不要大卖的话 碰到季线有支撑 拉下引线 他有机会谈 如果是这样 大家都全部都在看财报 我跟你提一件事情 你说财报不重要 你现在来看 现在目前是财报不重要 现在是看筹码 筹码决定股价 我如果卖 卖压很重 我卖得多 然后买盘没有 那不好意思 就挂在那边 就躺在那边 但是如果我体质够优的话 等到我卖压消化了 绝对有人来敲 就把它敲上去 你要是觉得一根跌停板 这样下来的话 未来恢复的话 一根涨停板真的不算什么 真的吗 真的 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都会如此 现在我把过去的经验 所报告给大家 你现股持有者 你不要太慌 如果你今天的股票 基本面够强 它后面绝对会反应 就是反弹 强力反弹往上 好 那所以呢 你说 你说台积电还有春天吗 怎么会没有呢 不是现在 不是有些消息面 有关于回答 这个晶片有问题 怎么样 然后呢 好 有些负面的消息传来 但没关系 我现在跟大家讲 如果一个趋势正在走 它不会因为某件事情去打断 比如说我晶片发生的瑕疵 所以我就不去做这件事 没有我要解决它 电子产业 很多产业通通都一样 发生的问题要解决 除非它是不能执行 但是有瑕疵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这个反而造成一个什么 它形成一个利空 对吧 那这个利空会造成股价的下修 而且它下修幅度非常的大 如此一来 好 那我们就问台积电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把它资本支出可减少 说我突然宣布召开记者会 法说会说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开始删减我们的资本支出 我不认为会这样 既然不会 那么这些所谓的设备厂商 有没有机会回来再攻击 有 但是要靠中小型股 我再讲一次 要靠中小型股 好 因为什么 股本比较大的股票 它的压力会比较重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在现在 外资能够立 外资能够立马回头 前面大卖超 后面回来大买超 马上回来大买超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好 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看最近投信 怎么去解救他们手上的股票 什么意思 投信礼拜五还在买 有些股票还敲进去了 今天立刻打下来 你说投信会不会自救 他会 有可能自救 好了 那接下来就精彩了 对吧 然后我们来慢慢看 我们经过两个小时以后 成交量4300多亿 是不是 那我们就看 我们先找谍听版的股票出来 我们来看 你有没有这些股票 好吧 还有心顶 等一下我们回来看筹码 好 赤胜 刚刚不是讲那个什么台积电门吗 赤胜 打到跌停 我来看看外盘挂的 两百多张 还好 还好 来哦 各位请看 我们就慢慢一档一档来看了 好了 我再往上看了 看还有没有 来看一下 陈明电打到91块多 红杰科打到跌停 然后呢 还有什么 申帽打到跌停 南电打到跌停 都跌停 现在都看到很多跌停版锁住的 我们来看他怎么锁的 到底锁几张 协议机也跌停 好来看一下 来各位看一下 问一下 跌停 这边外面的挂的张数有很多吗 好像不多 所以他会是开开关关的几率比较大吧 开开关关 所以他的后面挂的张数不多 很有可能打开 好不好 打开以后才会出现什么 打开以后呢 才会出现下影线 好了 来了 打开以后收盘我们才会看到嘛 所以呢 我们来关心的是 在12点之后 你要告诉我 如果跌了1000点以上 请问你会不会急着在 9点到10点 10点到11点 先把你手上的股票先处理掉 你还有机会说 等到后面要收盘前 再来处理你手上的股票吗 你排队也要排好 你说我要卖 那我就要排啊 不是吗 你怎么用市价丢都不管 但是要人能够买到你的股票 你才办法有办法 卖到跌停 哇 这很现实啊 是啊 你就想办法卖到跌停 我要把它卖掉 卖掉了 我讲的是融资吗 我刚刚讲的心情就是这样子 融资干脆自我了断算了 卖 免得我后面被追缴 好吧 那发生这个状况 情况是这样子 那外资怎么干呢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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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卖 来试价 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 那你怎么办 我怎么卖的比外资慢 我在那边等 好吧不管了 那最后收盘再来卖好了 好各位来了 请问今天买跌停版的是谁 不然你怎么卖得掉 你如果卖到跌停 那有人一定买你的跌停 他干嘛买 他跌了这么重 他有什么好买的 说的也是 不然我怎么卖掉 对 不过今天买对吗 好像也不太对 因为明天搞不好 还是同样惨烈 明天继续往下灌 因为这个礼拜 我们讲 从今天开始到明天 都一样 这边融资要杀出来了 那么好 杀出来的是要人接 不然的话 就是锁跌停 锁着 你卖不掉 各位如果你今天卖掉了 代表你的股票是卖得掉的 什么意思呢 你是有人买的 你的股票是有人买的 那你的选股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急跌 会造成你无法拥有你的持股 对吧 好吧 那接着就要回来看了 所以时间还早吧 时间还早 好越大型的是越难开对吧 对没有错 股本越大的比较难开 我们再来看看蓝天吧 这我们都讲过的股票 来各位看一下蓝天 现在打到跌停嘛 那可是外面挂的张数好像也不多 今天成交张6700多张 好注意看哦 来 这样的张数 今天会开吗 不知道啊 那有没有可能 等一下尾盘有没有机会敲开 来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下跌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又跌破季限了 各位请看这里 因为这个股票我们讲过 我们跟大家报告 如果你拥有的话 我们当初来建议大家说 可以续报哦 对吧 没错吧 请问续报理由是什么 我们再问大家一下 请问如果假设你看过我们节目 请问为什么要续报蓝天 问蓝天的半年报出来没有 第二季的财报出来没有 没有 确定哦 因为我们在假日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他们有丢最新的讯息出来嘛 而且呢他们要召开这个董事会 要承认这个财报 理论上好像也不是今天啊 好吧那后面嘛好 那如果丢出来他是不是会超越去年全年的获利 这是回到基本面啊 队长你你现在要讲基本面 对啊我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讲基本面 因为短线上摆明就是筹码面在对决嘛 我不会现在买 但是这档股票是不错 但是有可能他指稳以后我会进去 因为他空间就出来了 很大多数人会这么想 如果有钱会这么想 那公司会怎么想呢 公司有可能说大盘不好 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公司的 大股东把自己公司的股票丢掉 哎不是你有问题吗 你今年明明获利会比去年来的好 但股价下修了你现在还在丢股票 他不会干这种事 对吧反过头来我来思考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又跌破季线啊 注意看哦 今天跌到这里是53块6对吧 相对他的目前的现行还保持还蛮强势的 以别的股票来讲的话 好各位注意看 51块5在这里 对吧之前反弹的低点 他刚好在季线那个位置 咚咚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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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破就站起来 咚咚咚咚又来跳空跌破 来了 那问怎么办 现股要不要卖 不卖 为什么 不是啊 我 我这样讲啊 当一个投资人的心态是要怎么样 我现在持有这家公司 然後我覺得說 你的基本面這麼好 你不會讓我失望吧 我跟你賭 你就是今年上半年 你獲利超越去年全年賭了 或許你心裡會這麼想 有沒有錯 我跟你講沒有錯 為什麼沒有錯 因為最後還是得看基本面不是嗎 如果我們今天端出的半年報 是很不好看的 而前面你的題材性炒得這麼豐富 就是股價在高檔正在跌 在高檔在跌 跌的股票 你跌的時候你要基本面當支撐 如果你沒有你還在虧損 你還小賺 就股價還這麼高 你怎麼可能撐得住 因為會有很多人這種熱門股 很多人來參與 很多人參與什麼意思呢 有限股的有融資的 大家都喜歡做這種熱門股 結果呢 股市行情不好反轉的時候 它殺的很厲害 有的是假拉 拉上去 拉上去 大家以為它要反攻了 又有短線資金跑進去 它順勢就出了 各位股市這個東西我往往要在這個非常劣勢的時候你會看到一些股票的本質 尤其是在今天一堆跌停板的股票裡面 你再慢慢去搜尋說 哎呦 這股票到底這樣鎖的到底有沒有很用力 什麼叫很用力 鎖了打的開打不開 這是重點吧 打開以後呢有沒有機會往上彈呢 我來看一看今年股票都還不錯的 獲利還不錯的 我來看一下提威西外面 總共有幾張 你看喔 張數不多欸 但有沒有機會尾盤打開 我們現在講都是看到跌停板的股票對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找股票來觀察一下 利龍電被動元件打到跌停有打開欸 這股票就沒有鎖啊 有賣壓啦 但是呢量好像也不大 打到跌停是大家一起下來來跌停嗎 再來呢再來往上看 好哇這個重點來了喔 你注意看喔 我給大家看這個 試電 各位 你看一下喔 從這裡到這裡 各位你看看到什麼 太可怕了吧 從這個平台跌下來以後到這裡 我講喔 我講個重點啦 他現在鎖的單子不多 因為之前呢在往下跌的過程裡面 就有籌碼洗出去了 那像這類的股票呢原則上應該跌到200以下的話 可能又有買盤要進來了 因為電力概念股來講的話 我覺得不會有太大問題 以這個 以外銷出口的這個變壓器來講的話 機會仍在 那既然機會仍在的話 股價下修 好來來來來中心電 中心電給大家看一下 中心電籌碼會比較亂一點 好了他也是一樣打到這個位置 我告訴大家 如果過去曾經 曾經想要從中心電上面賺錢的人 又沒有去買的人 這一次的拉回 可能真的會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但是因為機會在而沒有錢 是不是大家會處在這種尷尬的情況啊 我以前好想買的股票 現在變便宜了 我現在不能準備出手 卻是卡在別的股票身上 對吧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我跟你講大多數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只能慢慢觀察 觀察什麼呢 我為什麼今天這樣子 一檔股票一檔股票 慢慢注意看 看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什麼機會 那機會在哪裡 我舉例 再舉例 你看喔 一樣被動元件的性商店 一樣崩 有沒有亮聲有啊 今天早上啊幾點的時候 幾百檔啊通通集體跳水 噼噶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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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到亮燈 亮了燈 亮了燈 亮了燈以後呢一看啊完蛋了 亮燈了是不是 本來一兩百家亮燈 大家一看亮燈這麼多 就突然噼噹噹噹全部一起跳水 五六百家六七百家 亮燈的越來越多 就亮綠燈的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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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樣慢慢一擋一擋開了 沒有啦 沒有要鎖跌停 沒有要鎖跌停喔 各位請看喔 沒有鎖跌停喔 所以沒有鎖跌停的股票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就是你看 也就是下檔這個地方會拉出一條小小的下影線 最後的收盤看它怎麼收斂 如果往上再繼續收的話 就會發生下影線就很長 還沒收盤 不要緊張 可以害怕 當然可以害怕 一定害怕的嘛 這種盤怎麼會不怕 好 各位收盤以後決定一件事情 決定它的現行 好吧 賣壓到底有多慘烈 有沒有在下檔買 那麼決定了未來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句一句話 基本面才是未來 如果這公司不賺錢 你怎麼都扛不住了 我再跟大家講 因為走到下半年了 沒有前景 上半年獲利也不好 那一直一直在講題材的 這一陣子絕對會修正的非常的慘 好吧 但是有基本面的股票 不會有問題 請大家 你要忍住 好不好 要穩定住 持有現股的朋友 如果你有股票上 我覺得股票上你有什麼 我這怎麼辦 我這股票到底好不好 隊長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是現股 我可以留嗎 還是我有必要把它賣掉 來各位 你真的不要客氣 這種行情裡面 等到法人砍完 盤勢穩定 要怎麼彈上去 完全靠的是基本面 請你在line裡面留 你擔心的持股 我現在講的是現股 好不好 因為融資你可能會來不及了 因為他殺的非常厲害 現股持有者 想要了解你現在手上持股的問題 麻煩各位不要客氣 在裡面寫上股名 章數價位 我來告訴你 後面怎麼辦 有沒有機會彈上去 穩住 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